好 這個小麥 是 說李濟准也是阿茲海默症 羅賓威廉斯也是 對 其實布魯斯威利 羅賓威廉斯 我都訪問過好幾次 你都看到他們年輕 那個意氣瘋瘋發的時候是 我記得有一次羅賓威廉斯 我訪問他 因為他是個喜劇明星 後來也很多嚴肅的電影 我們因為訪問完 每次都要請他給報社簽一個名 然後我們要配合我的稿子 一起把那明星的簽名上去 那次羅賓威廉斯 他除了簽名之外 就寫了一大堆字 那也看不太懂 我就看 因為他寫很快 很快 然後那個很難 那個其實是一個很難的 一個諺語 我就看到CISA 就是凱撒什麼什麼 CISA is coming 什麼什麼這樣 我當時根本看不懂 我在外國 我就那時候也沒有手機什麼的 我就打電話 問一個英文很棒的人 他弄了很久 他才告訴我 這是凱撒的一個名言 就是說你什麼 你曾經來過什麼什麼 他意思是說 他覺得你這個訪問很好 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看就是說 他其實是一個內涵 這些學養都很棒 雖然是個喜劇明星 布魯斯威利其實也是 他們這些大明星 可是一夕之間 他們得了失智症都變了 李濟准也是 李濟准以前是一個臺灣 那個時候我們小時候 李濟准是一個最棒的主持人 中式的 聲音又好聽 聲音又好聽 廣播人 然後到中式主持綜藝節目 颱風很穩 他就是那種標準的一個 就是說不是以外型取勝 跟現在的綜藝大哥不一樣 就是一個很一板 很嚴肅 很一板一眼 可是拿了麥克風 就很有磁性 很有吸引力的 很有療癒 很有療癒 他主持綜藝節目 那麼好看的 後來也是得了失智 幾歲走 七十四歲 七十四 對 七十多歲 所以說這些病症 你看都很可惜 我們以前看過 一個外國的電影 我還記得 我覺得最殘酷的是那種 失智症的 或者是包括語言 沒有能力了 或望見望了 我記得有一個電影 是一個頭腦最清楚 然後語言能力最強 然後這樣的一個人 一個學者或教授 當他得了失智症以後 我覺得那種感覺情何以堪 因為他平常是一個組織能力最強 然後要教學 然後又表達能力 又那麼厲害的 忽然一夜之間 他的表達能力不行了 他是忘記了 所以這個病症 我覺得對 很痛苦 王醫師 什麼時候 陸翼式體型失智症 為什麼這個羅賓威廉斯 會去自殺 這個陸翼體的這個失智症 是失智症的其中一種類型 那他基本上是那種Alpha的突出核蛋白 在神經細胞大腦裡面 不正常的累積沉澱 那他在組織切片底下 看起來就是一個一個 很特殊的一個小的陸翼體 他在被取名叫做陸翼體 所以他叫陸翼體式的失智症 那因為他跟阿茲海默式 他因為這種 阿茲海默是β的那個 類澱粉的蛋白成績 這樣子那陸翼體式的失智症 比較容易出現那一種類似 巴金森症的症狀 所以當時 會抖 對 他會抖 他會腳步不穩 那所以我們再猜 因為當初羅賓威廉斯 自殺這件事情 對於我們來講 也是一個非常震撼的東西 因為到現在為止 我們還是可以在YouTube也好 很多網路上面的資料 可以看到很多的短的那種影音 那短的錄影帶 包括羅賓威廉斯跑去遭軍 你會發現這個人非常的聰明 超樂觀的感覺 很樂觀 很開朗 遇到很多那個突發的狀況 他都能夠很隨機應變 去講出他是很正面的東西 那為什麼這樣子的人會去選擇 這樣子的路 輕聲 對啊 所以那個時候又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你自殺 可能是不是憂鬱症 什麼之類的 後來他的家人才說 這個羅賓威廉斯是得了這個錄影體的 這個失智 那當然我們同文層人裡面的人也會猜 大家會想說 因為這個病呢 最先開始出現的是身體上的症狀 那當事人也許就會去接受評估 那他又有錢 那美國的醫療資訊又好 也許一開始 並不會誤以為是白金森症 然後在那邊拖 而是很快就告訴當事人說 你這個是錄影體的失智症 你將來你的大腦會越來越糟 因為在初期的時候 很多失智症的當事人 他像錄影體的話 他可能都還會保有原本的一些認知功能 不像是其他的 有些像是阿萊莫 或者是血管型的話 可能你一生病之後 你的那個病是感覺消失了 你不知道自己正在生病 可是這樣子的病 可能他知道自己在失智 那對當事人來說 我覺得那會是一個很大的折磨 而且他會覺得說 可能未來他這個病 又沒有得治療 然後他可能會越來越糟糕 所以最後他就選擇了這樣子的路 當然以我們的角度來說 其實還是希望我們 最終人都會死 你也會死 我也會死 可是在怎麼樣 在這個死前這段時間 讓每一分每一秒都過得有意義 其實我是覺得應該是能夠 當時如果可以鼓勵 他繼續再多奮鬥一下 其實不是壞事 不過現在也有另外一派的說法 我們認為說應該可以尊重當事人的選擇 現在有一個病主法 病人的病人權利治主法這樣子 他其實是會有一些 可以預立那種醫療決定的一種 預立醫療決定書 也就是說你可以在你心治功能 都還正常的時候 那去先決定說 將來如果你有這些症狀的時候 包括有失智症 嚴重的失智症 那有誰來幫你決定你的醫療措施 你簽了沒 還沒有 你剛剛什麼都沒準備 他有信心 不錯 這麼說壞事 我是聽說 我是知道說 因為像很多東西是可以 可以去檢測 應該這樣講 就是你知道好萊塢的明星 他們有錢就很喜歡做檢測 像雷森索爾 那個克里斯漢斯沃 他去檢測 他發現他是阿滋海默症的高危險群 這個檢測得出來 對 他去檢測 然後就說他罹患的機率 是一般常人的八到十倍 很高 所以他就是去年 前年吧 他就宣布暫時吸引 他要陪家人 因為他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發作 所以所以其實像我也曾經聽過 有精神科醫師講過說 剛剛王醫師有講說失智症的人 他不會有病逝感 你說他生病他會跟你翻臉 那我說那怎麼樣才可以知道 我是不是失智 我常忘東忘西是不是失智 他說你只要想得起來 還不算 比方說今天應該要帶東西給文婉 忘記 到一半忘記帶 然後想得起來 這就不用太擔心 這個好像通常都會發生 很多人都會 太忙或是 對 那我是好奇啦 比方說像我媽我會擔心 我都叫他每天要傳早安圖給我 結果他忘了傳 我說你今天怎麼沒傳 我媽說忘記了 那有時候在跟我講事情的時候 他會一件事一直從後講 請問這是失智的前兆嗎 一件事情不斷地重複 他的背景有可能是嚴重的焦慮 當然你是不是失智的話 應該去問當事人 其實就像剛才他說的這種 你這個東西事後還記不記得起來 我常常跟我的患者去做這個解釋 就是說我們的記憶 就像是一個倉庫 那很多人你倉庫裡面有放這個東西 但是你找不到 所以人家事後提醒你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我忘了某一件事情 那表示什麼 表示這個倉庫裡面 他東西還在 那你只要有人有適當的提醒 你就把它找出來了 可是失智證是什麼 失智證是這個東西 放不進這個倉庫裡面 所以你在跟他講的時候 他會覺得沒有啊 這個事情從來就不曾存在過 不好意思 你去刷牙 去不去刷牙 叫你說我早幾次要做什麼 有沒有這樣 有 會有些事情 有沒有 開冰箱 我要趕快 開冰箱 發現車鑰匙在裡面 吃淚的那個 吃淚的 這個不是失智 這不是失智 你要去刷牙對不對 我要去 我拿了刷牙 我要去倒水了 結果去蓋冰箱 那種 會不會有七個失智證的人 在講什麼 大家都有就對了 而且有時候發作 是好像沒有預警的 像我一個朋友 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都有一些信證 就是說你可能會有一些病情 是有信證的 但是我聽到的失智證 好像是突然間 像我一個朋友他爸爸 其實應該說退休以前 真的非常的樂觀 而且很愛做菜 他不管就是很喜歡 招呼朋友 你們最好假日都來我家 然後他很會做各個地方的 那個地方菜 但是一退休之後 整個人很明顯 他說剛開始 我覺得家人很容易忽略 他說其實最先開始 他回想 就是他爸爸其實退休之後 會騎腳踏車 到附近公園去洗一下 後來常常一個人回來 然後他們就問他說 你腳踏車呢 他說我怎麼騎腳踏車出去 他說你就明明有騎腳踏車 他就去看說 他平常停腳踏車的位置 真的沒有腳踏車 對 這是第一個發生的 很奇怪 很奇怪的一個症狀 然後是一次兩次 後來變得很多次 這個是一個 第二個 他爸爸有慢性病 就是三高的問題 常常要吃了 發現很快的 因為子女會幫他去拿藥 掛號去領藥 後來發現怎麼半個月藥就沒了 就是發現他有重複 對 重複吃藥的狀況 然後那時候他們也沒有發現 直接說你記憶不好 爸爸你要按照今天 然後幫他做錶 都弄得好好的 可是後來有一天發現的時候 來不及了 發現是什麼 回家怎麼一打開門 什麼尿味 然後那個食味 對 整個房子都是 他其實發現的時候 爸爸已經開始尿失禁 死失禁 後來他們就全家進入一個 整個大混戰 大作戰的一個狀態 他說他那時候 因為又要上班 然後常常其實最痛苦的什麼 開始要接警察局的電話 因為他爸爸開始已經出去 回不來了 對 失蹤 然後他常常就會接到警察局電話 就說 請問你是某某人嗎 你爸爸現在在警察局 那時候還知道說 我小孩叫什麼名字 我女兒叫什麼 你聯絡他 還可以聯絡到 到最後其實當然就是要戴 那個手環 還是戴什麼 對 就是說可以找到他是誰 可是他們後來最痛苦的是 什麼狀態 就是家裡面的馬桶 因為後來不是尿失禁嗎 死失禁 就是變成一定要戴尿布 你知道嗎 對於一個老人家來講 你說他是完全失能 也沒有 他覺得 我就好好的 我們剛剛講好好的 我為什麼要戴這個 所以有一個狀況是 他會很憤怒式地把所有的 他身上的止尿布 包括家裡的衛生紙 全部丟到那個 那個什麼馬桶裡面去 所以他們家常常就是 我不要 我不要 他就把他塞的這樣 他們就是每天都要去 就是為了這些事情 就是疲於奔命 最可怕的是到最後 因為他要上班 那其實媽媽的年紀也大了 然後都是六七十歲 要照顧這樣的一個病人 其實是很辛苦的 然後有一天突然間 媽媽哭天搶地打釀給他說 他快被他爸爸打死了 你說為什麼 說不出來了 不知道他是誰說 你是什麼人 你什麼人 你說 這還好 你什麼人 那不是 你是什麼人 你是慘了 你是慘了 你算是在我的家 開始就是拿那個周邊 有什麼東西拿起來 就是打就是摔 他認不得他 結離幾十年的太太 OK 這個對 好 等一下會讓我們繼續 來 先休息一下 seemst gue 別的 又... 是不是 Queensland 牛ues 準備 他說 aro 說 他說 他說 他說